收電以上要去申請 臺電沒有跟你講說 多小以下他不受你 你今天要受電我用一遍 你申請半天你根本沒辦法回本 你會覺得很Oh 我就乾脆自己用就好了 因為你要去找很多人去弄 你還要電機技師幫你畫圖 還要結構技師幫你算 弄半天之後 還給臺電很多文件嘛 弄半天之後那些錢根本花不來 你不如就直接裝了自己用就好了 所以裝不要受電 對對對 完全自己用 所以在德國他們自己DIY 對 其實齁 這個都可以DIY的 台灣其實 台電有個內規啦 叫做病聯不遵受 這樣子是要保護他們的電網的穩定性 這其實是合理啦 那如果我們的電不是很多 現在目前都沒有人在申請 這還好 我覺得還好 對 這還好 因為你自己弄完了 家裡面大概用完了 其實不會影響外面的電 都還好 你如果說要弄一個什麼500K瓦 那一定會影響 所以那個也不可能說 你弄完了自己要用 不太可能 對 有沒有比較犀利的問題可以問 現在很多社區大樓頂樓 他們有沒有想說跟著接觸 現在大樓的頂樓我遇到很多案子 現在目前還有一個在洽談中 就是它其中有一戶不願意 但是這個是頂樓的那一戶才是這樣子 我們有一個法規就是我們那種 大樓的住戶的自治條例 你要有幾分之幾的出息 幾分之幾的同意 包含頂樓的人要全部同意 這樣才可以 但是來了 大樓比較高 它今天在裝設遇到的風會比較強 地震的搖晃口比較大 所以它的結構體要比較強壯 它成本會高一點 還有它今天從上面運輸到下面去的時候 那個電纜線也會比較長 這個都是成本 還有他們的店 基本上都在地下室 還在挖一個洞到地下室去併人台店 這都是問題 所以投資這個來講 會比較多 還有大樓的人太多 他一算出於30 本來5000塊出於30 這麼少 算了算了 他們的想法 很多都是因為這樣子而停擺